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28号星期天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上个星期全球股市的表现包括A股在内 让很多人都胆战心惊 那么在经历了上个星期这么一次大跌之后 我们又该怎么去看待股市后面的表现呢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个基础 那就是从大方向看 全球股市这一波的行情到底有没有结束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没有 是的,我们认为全球股市这一波 由资金带动的行情并没有结束 因为目前全球资金泛滥的背景并没有改变 我们看到无论是之前各国央行的表态 还是刚刚开始的G7会议 全球各大经济体都没有表示出要收紧的意思 表现在股市上我们看到 虽然上个星期全球股市表现都比较惨淡 但是从月线图上 2月份美国道琼指数还是上涨了3.17% 风口浪尖的纳斯达克指数也有0.93%的涨幅 A股这边上阵大盘也是小幅上涨了0.75% 累计跌幅最大的创业版在2月份也只有下跌了6.86% 所以从资金的角度 我们认为全球股市这一波资金行情并没有结束 那么既然这一波行情没有结束 那么上个星期股市的表现 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为是一次调整 而不是反转 而这也是我们后面所有判断的基础 就是说后面所有的判断 都是基于这一波是调整 而不是反转这个基础 所以第二个问题是 A股的这波调整到底会调整到什么地方 上个星期三 我们用机构抱团股的典型代表 白酒板块的表现去判断 机构抱团股的调整接近尾声 从目前的情况看 白酒板块已经是跌破了去年年底 第二波上涨的起涨位置 这就表示对于A股这波调整的低点位置 我们上一次判断是错误的 但是从星期五A股的一些细节来看 我们依然认为机构抱团股的调整 或者说A股的调整接近尾声 第一 我们看到作为目前机构抱团股的典型代表 宁德时代和贵州茅台 在上个星期的调整过程中 几乎每一天 特别是上周三上周四和上周五 都是一个放量调整 跌幅也同步出现了逐步收窄的迹象 并且贵州茅台在星期五的盘中 是第一次出现了机构自救的动作 这直接带动了整个白酒板块 在上个星期五是出现了小幅拉伸 第二 上周五上证50和护生300指数跌幅 也是首次超过了创业版的跌幅 再加上上周五包括银行保险在内的一些低位蓝筹股是集体下跌 这个表现非常像是蓝筹股集体补跌的一个动作 一般来说蓝筹股补跌往往代表的指数调整已经进入到了中后期阶段 这里我们还要注意到 目前银行和保险这两个板块本身的位阶并不高 所以银行和保险这两个板块 特别是保险板块继续下跌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看到上周五下跌2.25%的中国平安 北向资金也是只有小幅进流出4000多万 之前连续三天大幅加仓中国平安的北向资金 并没有在上个星期五逢高大幅减仓 第三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领涨和现在领跌的创业版 刚才一开始我们把这一次股市的下跌定义为是一次调整而不是反转 所以调整的话我们看一下周线图 从周线图上我们可以发现 从2019年开始的这波行情 创业版一共是出现过三次比较明显的调整 并且这三次调整都是跌破了十周线 那么这三次分别是发生在 第一次是2019年4月份那次调整 当时创业版从高点1792.03点到低点1410.57点 调整幅度是21.3% 第二次是2020年2月份开始那次调整 当时创业版从高点2293.46点到低点1817.55点 调整的幅度是20.8% 第三次是2020年7月份的那次调整 当时创业版从高点2896.31点到低点2474.7点 调整幅度是15.6% 所以如果我们把第一次调整的幅度21.3% 和第三次调整的幅度15.6% 作为创业版这次调整上下两个点的话 那么创业版这一波从高点3476点调整下来的位置 就应该是落在2735.61点到2933.74点 这么一个区间范围内 其次从日线图上 创业版下方那个箱体区间的上沿位置 是在2790点附近 也正好是落在了刚才我们测算的2735点到2933点 这个区间范围里面 那么截止上周五收盘 创业版指数是2914点 也已经是来到了这个区间范围内 并且距离2790点只有4%左右的空间 距离2735点也只有6%左右的空间 再来我们看一下外部环境 我们知道诱发这次全球股市调整的关键 在于美国股市 而诱发美国股市这一波调整的关键 在于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殖利率 我们看到上周五 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 已经是快速下跌到了1.41% 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 我们不是说美国的长天期国债殖利率不能上涨 而是说它不能过快的上涨 因为一旦长天期国债殖利率 超过了S&P500上市公司的股息殖利率 那么这就会导致部分的长线资金 从股市撤出转向债券市场 但是我们认为全球各国央行 特别是美国联准会 后面一定会出手去干预债券市场 我们看到日本央行上个星期已经表示 希望将日本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澳大利亚央行更是在上周四宣布 将购买30亿澳元的2023年和2024年到期的国债 并且大家不要忘了 一旦后面拜登的1.9万亿美元纾困计划通过 并且顺利执行的话 那么美国S&P500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将会再次得到一定提升 届时在全球资金并没有减少的背景下 资金会再次从其他地方流向股市 其次我们看到上周五 美国三大股指示出现了全面反弹 从日线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纳斯达克指数两次阶段调整 都是在季线附近出现止跌反弹的动作 而这也是为什么上周二晚上和上周五中午 我们都提到纳斯达克指数在季线附近 会有反弹的原因之一 说到这里我们插一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各大机构法人 都在说股市的调整风险 而全球各大央行则是在集体畅多 这点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结合内外两个部分 我们认为A股的这波调整 应该是已经接近尾声 虽然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准确指出 这一波A股调整的绝对低点会是在什么位置 但是我们认为这波调整接近尾声 这个判断应该是没有错的 A股目前已经是具备了出现技术性反弹的要求 除了这些 我们看到上个星期五 互生两次涨停或者涨幅超过10%的股票 一共是49加 而跌停或者跌幅超过10%的股票 一共是10加 虽然指数是经历的大幅调整 但是目前市场交易情绪并没有出现恐慌 而且非常凑巧的是 在星期五收盘之后 中国的官方媒体就立刻发布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准确 合理适度这个消息 我们之前说过操盘A股 你要学会去看 在关键位置 中国的官方媒体到底会怎么表态 而这个消息发布的时间就非常有意思 接着我们看一下上个星期五的龙虎榜情况 上个星期五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持的 一共有五家 而这也是上个星期 机构资金增持最小的一天 那么这五家分别是 充电桩概念的山东威达 网络安全概念的天荣性 锂电池概念的拓帮股份 电子信息板块的人东控股 和次兴股板块的欧科益 最后我们看一下 上个星期五北向资金贵股情况 上个星期五北向资金 净流入前六名的费别是 新业银行 阳光电源 美帝集团 宁德时代 墓园股份 以及干风里业 而上个星期五北向资金 净流出前六名的费别是 五粮业 贵州茅台 恒瑞医药 万华化学 隆基股份 以及中国中免 那么这是这期节目的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